文旦柚采修上市 这次小农会为了强化文旦柚的分级包装 在农委会和县政府支持协助下 从日本添购了全台湾 仅此一台的红外线文旦糖度检测机 不需要切割文旦柚等人工检测 由电脑红外线扫描 就可以测得每一颗文旦柚的糖度 平均一天八个小时可以处理八万吨的文旦柚 速度快又精准 对本厂商派驻台湾的技术人员 这几天正忙着进行文旦糖度检测机 电脑data数据的建立与校正 那个10颗嘛 那都是那个15以上 所以他们都排出到那个最甜的盒子 另外技术人员也以人工检测方式 检测文旦柚的糖度作为对照组 提供修正电脑data 让检测结果更加精准 而目前全台仅此一台的红外线文旦糖度检测机 渴望在明后天就能上阵 一天以八小时的工时 可以轻松检测八万吨的文旦有数量 快速又精准 这台设备呢 它是利用红外线然后去照射 然后去看它里面的一个波形 文旦果实的波形 然后可以去测速说它这一颗果实文旦里面的糖度 再介于哪一个糖度 然后就由这边 机械端这边来做一个设定 那就可以依照所需要的糖度来做分析 像现在这样子它在行走 那测到了糖度之后 它就会依照所指定的地方就会跑出来 如是乡农会为了强化文旦分级包装 在农委会与县府支持协助下 赤资将近五百万元左右 从日本添购这一台红外线文旦糖度检测器 透过精密仪器的辅助 可精准测得每一个文旦柚的糖度 确保每一箱文旦柚的品质一致 透过严格的分级分价满足每位消费者的需求 而今年白鹿节气距离中秋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瑞瑟将文旦柚从采收池水到中秋节上市 每位正当时 公寓善其势必先立齐气 农会也希望借由检测仪器设备的提升 让文旦柚品质更能精准分级分价 确保农产品质及消费者权益 记者时遇览 瑞瑟采访报道 的角色 已经是的时候